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发生突变 有的人昨天还是身无分文 今天中大奖成了百万富翁 有的人今天还是活力十足 明天就离开了人世间 曾经相亲相爱的夫妻 突然间就会反目成仇 生活中这样的大喜大悲 是屡见不鲜的 面对成功 有的人像犯禁重举 结果乐极生悲 有的人面对挫折 就茶饭不思 寻死觅活 这些都是在遭遇变故的时候 人的心灵承受不了 而发生的悲剧 其实 对于人生的种种烦恼 有一个叫庄子的人 有很多的破解方法 人生困惑问庄子 就是我们从今天开始起 为您推出的全新系列 庄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有人说庄子是个太空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请他的嘉宾 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教授 傅佩荣先生 教授您好 金博您好 傅佩荣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美国耶路大学哲学博士 著有哲学与人生 活出自己的智慧的近百种书 其学说深受各方关注与青睐 有人说庄子是太空人 这说法是不是太悬了点 确实听起来很悬 但是呢 如果你翻开庄子的书 首先看到的就是 第一边逍遥游 在逍遥游里面 庄子用三种笔法 来描写 坤变成棚 这个棚一飞 飞到九万里那么高 飞到这么高的地方 他的心得是什么 他看这个世界 他说你看 从地上看天上很美 你从很高的地方看地上 也一样很美 而这种从高的地方看地上 太空人才做得到 我有时候坐飞机啊 都会听到他在播报 现在是三万尺高空 论米来的话 就一万多米而已 是啊 对 那庄子是九万里啊 外太空去了 这是第一个 我们可以找到的根据 第二个是在庄子的 秋水边里面 他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 黄河暴涨 暴涨之后呢 向东慢慢流过去了 流到海里面去 河伯就是河神 对 本来以为自己最了不起 为什么了不起呢 河的两岸啊 看过去分不出对面是牛还是马 连牛和马都分不清楚 那说明这个河有多宽啊 河面实在太宽广了 但是到了海里一看 没有边 没有边的话 他就说哎呀 海神你厉害 结果海神怎么说 海神说我们都不算什么 整个中国在四海之内 只是仓库里面的一粒米而已啊 我们想想看 一粒米来描写中国 那地球不过是一块小石头吗 那要从什么地方才看得到这些呢 这个观点和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宇宙观很像的 在宇宙当中 地球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粒子而已 但是我们就奇怪 你说那个时候 庄子一没有飞机 二没有航天飞机 宇宙飞船 它怎么就会能够形成这样的概念呢 这是因为它是道家 这个道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啊 最特别的一个学派 其他的学派 你说儒家 末家 法家 名家 阴阳家 每一家都很落实 都跟现实生活不能脱节 只有道家例外 他们的落实啊 是落实在具体的生活规范里面 希望说找条路 让我们来走 希望说达到人生的某种幸福快乐 道家认为 你们做的这些事啊 五十步百步的差别 做了半天是无效的 还不如怎么样呢 培养智慧 这个智慧要觉悟呢 只有一个办法 从道来看万物 道代表整体 在整体里面呢 每一样东西都值得珍惜 所以庄子能够从整体来看的时候 它才能够超越到相对的事物 等于是说我超越了高山大海 我能够超越了整个地球 譬如说我们有时候啊 要看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平面去看它 会觉得说哎呦这山很高 你如果把眼光放在太阳那边 从太阳去看泰山 泰山很低啊 对 这就是庄子的方法 嗯 那么庄子呢 显然不是一个太空人 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啊 就可以发现 司马迁对庄子不太公平 嗯 他自己是一位历史学家 对 对于这种哲学家 恐怕有一些成见 他把庄子放在老子韩非中间 嗯 所以司马迁写的时候 是老子韩非列传写的很多 嗯 庄子跟生不害 很短的蝙蝠 说实在 庄子蛮委屈的 嗯 因为韩非子 他的书里面有节老育老 司马迁就以为 他接了老子的思想发展 嗯 真的接老子的是庄子 对 司马迁 他只用一百多字 嗯 来写庄子 对 庄子在司马迁笔下 只有一句话 说得很对 嗯 齐学无所不亏 那么在史记之一百多字的介绍当中 展现出来这个庄子 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司马迁笔下 庄子是 宋国盟人 嗯 那时候是战国时代中旗 对 他见过梁慧王 嗯 做过七元律 嗯 七元就是古时候的七树园子啊 那个七树是专门做年纪的 对 做个小公务园 嗯 后来又觉得 这样不好 为五朵米折腰 还是自己去这个 知草鞋为生算 对 那么他一生都不太得意 就是从一般人眼光来看呢 既不富也不贵 反而是属于贫贱这个范围了 对 他写书写得多 嗯 学问好吗 写书 司马迁说他写了十几万字 那今天留下来的不到八万字 呵啊 庄子的书分为三十三边 嗯 那边七边 外边十五边 杂边十一边 嗯 重要的是那边 我们讲逍遥游 对 那边第一边 嗯 结果司马迁提到的都是外边杂边的这些资料 对 然后说他是专门去批判孔子跟墨家的一些事项 呵呵呵 那么这个对于庄子来说啊 嗯 跟我们所看到的庄子的内文啊 有点落差 对 那么为什么司马迁写庄子就用这么一点点的笔墨 是不是因为司马迁呢 更加偏向于儒家 你说的也有可能 嗯 因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坛 嗯 他在儒家里面是当时的代表 嗯 等于是孔子的学生传《易经》啊 嗯 一路下来到他们司马家 对 那么另一方面呢 是司马迁在写他的史记的时候呢 有很强烈的使命感 希望说能够把善恶的报应 啊 一个好人要有好的结果这些都是把写出来 嗯 那么他写到庄子会觉得说 被你庄子一脚破 什么善恶报应都变成很模糊了 对 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个 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看 庄子常用孔子作为他的角色 对 庄子自己也承认 他说我喜欢写三种笔法 嗯 第一个叫欲言 欲言就是说像大鹏鸟啦 这叫欲言 对 第二个叫做众言 借众古人的话 嗯 他要借众古人的话 说出来一定要让别人都知道是谁嘛 对 那么孔子最适合了 那当然 经常打着孔老夫子的旗号 那叫古人云或者子曰 夫子曰 那 这个招牌 这个招牌很厉害的 对 第三种叫做支言 嗯 支就是漏斗一样的啊 随机 隐便 你什么东西进来 他都可以绕这个方式来做 嗯 所以庄子 他是用三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思想 嗯 我们呢 想 呃 儒家呢 不是叫孔孟之道吗 道家叫老庄之道吗 你看 老子和孔子 他们基本上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春秋时期 而且这个孔子是曾经见过老子的 向他去问礼 而且见过他之后 几天说不出话来 那么到了呃 庄子的时候呢 另外一位伟大的儒学家 就是孟子 他们也基本上在同一个时代 战国时代啊 比孔子他们晚了大概两百年 那么说庄子和孟子同一个时代 你说他们两个人有没有见过面 显然没有 没有 因为孟子的第一边就是梁慧王边 嗯 孟子见梁慧王 嗯 在庄子里面 他的好朋友慧师 就当过梁慧王的宰相 嗯 等于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对 他们住的地方也隔不远 但古时候他这个媒体不发达 对 所以呢 两个人恐怕没有办法互相沟通 因为孟子学孔子啊 有个原则 对 叫做道不同 不相为谋 嗯 这孔子的话 对 所以孟子对于像庄子这样的人啊 他肯定是 没有什么兴趣的 啊 因为我是要带着学生们啊 最后列国 嗯 想要为国军所用 来造福百姓 对 但是你庄子的话 一个人在山林里面 骁傲山林 然后呢 自己过苦日子毫不在乎 嗯 跟孟子可以说是 没有机会见到面 见到面 恐怕也没话说 您刚才说的呢 是可能孟子啊 不一定想去见庄子 没有这个欲望啊 但是我在想 庄子是不是也不太想去见孟子 因为在他的笔端 好像似乎 常常会嘲笑 挖苦 儒者 庄子呢 曾经讲过一则 儒者盗墓的故事 啊 这个故事呢 其实就是后来成语啊 诗里发种的出处 是记在庄子外物当中的 这故事您一定很了解 是的 您所说的诗里发种 诗是诗经 礼是礼记里面 比如说你要有礼貌 发种 发就是挖 种就是坟墓 所以您刚才所说的 那这个故事呢 当然是庄子这一编的了 非常挖苦 他说大儒生啊 在上面 因为有诗地址扶起刀 小儒生就去底下挖了 大儒生就问说 太阳快出来了 到底挖得怎么样了 小儒生在底下说 衣裳裙子还没有拉下来 口中还含着一颗珠子 喝 那么大儒生说 这个轻轻的麦穗 长在这个山坡上 活着不知道做好事 死了之后嘴巴含珠子干什么 你要记得哦 拉他的头发 压住他的下巴 慢慢用铁锤把它敲开 不要伤害了口中的珠子 你看 在这个时候还引用诗经啊 来一唱一和 然后做的是那种勾当 所以庄子这个挖骨 可以说是到极点了 对 我想就庄子和儒家 直接这个矛盾啊 似乎真的挺对立的 您觉得儒家和道家 他们是矛盾的吗 这问题啊就牵涉到学术上的一种研究啊 我可以讲的比较具体一点 儒家跟道家面对都是乱世 在乱世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善恶是非 做好人没有好报 做坏事也没有恶报 这叫做价值方面陷入虚无的困境 儒家专门针对这个 所以我们讲儒家恐懵的时候 千万不要以为说 他们是自寻烦恼了 他们故意找一些规范来约束别人了 不是的 他们强调说 你要行善必恶的希望只有一个 叫做由内而发 每一个人都真诚 我自我要求行善必恶 这是儒家一种很好的理想 所以呢 他们是希望能够在一个价值混乱的时代 给人类重新找到一个价值 的规范 真诚由内而发 对 叫做人性向善 那么道家说 你再怎么教也没用 因为你一旦把那个善恶的规范 列出来之后啊 叫做理叫做月 那么马上变成约束了 变成形式变成教条了 很多人就开始假仁假义 所以道家就说 我要化解的是存在上的虚无主义 所谓的存在上的虚无主义是说 死的跟活的 活的跟死的没什么差别 因为乱世嘛 活的只是受苦而已嘛 很多人自杀都因为说 活着受苦何必呢 死的是解脱 在当时那个时代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老庄的思想属于道家 是要解决当时最深刻的问题 让你活着 不要只想到死亡 因为人最后会死 你不要急 他要让你活着的时候 去体会什么叫道 然后从道的角度来 欣赏你的生命 所以道家希望 从真实到美感 儒家强调善 所以庄子里面很强调说 天地有大 美而不严 所以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看的时候 就可以把前面所说的对立 这么严重的冲突 稍微化解一下 您把真善美这样去拆开来的话 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 这两家道家和儒家 确实是有很多的不同 比如说儒家讲实 道家讲虚 儒家有很多的规范 道家只有一个道 儒家积极的入室 道家要淡然出室 似乎看起来更加消极一些 似乎有这么多的不同 对您说的没错 所以我们常说 儒家跟道家 如果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 儒家是以人为中心 我要给人找到出路 道家是不以人为中心 他不会反对人 他说你不要只以人为中心 你要以万物为中心 以道为中心 比如说我们常常说 这棵树有什么用 它结苹果所以有用 道家认为说 这个树何必为了你而结苹果呢 它该结什么结什么 它不结也是一棵树 所以道家的观点跟儒家 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儒家想到任何问题 都想到人的需要 他是标准的人文主义 道家他就希望说 你不要太过于以人为中心 以人为中心的话 宇宙万物的价值 都被你忽略了 所以我们才说 天地万物都很美 但是你一说 人类需不需要呢 这个美就被限制 变成是人类的需要不需要了 所以道家在这个地方 跟儒家来说 可以作为互补 那我们中国人 是不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里面 是缺不了这两个学说的 对您说的没错 譬如说我们使用的成语 经常就会从小影响我们 从小我们都知道说 你要奋发上进 讲教育就要启发式教学 让一个人可以不断在社会上发展 要把个人的成就 跟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 这当然是儒家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说 什么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知足常乐 道家很多话 也变成我们的日常语言 所以您刚刚所说的 我们血液里面 等于我们中国人的基因里面 它就有儒根道这两方面 台湾著名学者傅佩隆教授 和文化中国讲述人金波 正在为您讲述 人生困惑问庄子 我们不要说人生在世 诸多的困惑 那房子车子票子孩子 那妻子父母等等等等的 一些问题都在困扰着我们 今天我们人生困惑要问庄子了 那您就给我们说说 庄子的哲学 能够在哪几个方面 帮我们解决问题 在庄子里面呢 我们学习之后呢 至少在四方面 可以提供我们一些超越的观点 第一是空间 我们刚才前面提过太空人 对 所以你对于说一见面问 你家里面有几平方米啊 不要羡慕别人 你再大也不过在地球上 在中国小小的地方嘛 就是在一厘米上面 然后做了个微雕 您说的没错 美国有一位作家 叫做梭罗 他写《华尔登湖畔》的一本书 我们有时候翻成湖滨陕记 梭罗一个人住在华尔登湖畔 两年两个月 当地很多农夫很好奇 这位哈佛大学的哲学系毕业生 怎么跑到湖边来住了 有时候他到农村去买一些工具 别人问他说 你一个人住在湖边不觉得寂寞吗 他怎么回答 他表面上说不会的 心里想的是庄子的话 他说 整个地球在宇宙里面是一个黑点 在黑点上面 你问我 我们距离很远会不会寂寞 这不是笑话吗 所以你看庄子的书能够翻译到英文去了 影响到外国人了 对 在空间上要化解各种相对的观念 不要羡慕别人地方大 不要羡慕这些 第一个 好 那么空间的限制突破了 接下来庄子第二方面的突破在哪里 第二个是时间上 时间上我们会提到说 哎呀 某个人活到八九十岁 高瘦啊 哎呀 这个孩子啊 夭折啊 庄子怎么说 他说高瘦跟夭折根本不需要分啊 你在高瘦能比一只乌龟活得久吗 那当然比不上了 是啊 所以庄子要我们突破时间的一个限制 我们也知道 在时间的过程里面啊 你如果善用时间 一天就是一年啊 对 你如果珍惜时间 人的生命的时间分为客观的时间 跟心理上的时间 对 往往我们最快乐的那一刹那 那那一刹那就是永恒一样的吧 没错 那平常你说 哎呀 时间真是度日如年啊 都有啊 所以庄子提醒我们 不要在乎时间长跟短 对 他经常嘲笑那个彭祖活了八百岁 又怎么样 还不是结束了 所以我们要珍惜的是 怎么样在短时间里面 让我们的智慧可以得到觉悟的机会 这是第二个 超越 那么对第三个限制的超越是什么 第三个谈到人在事业上 意跟利的分辨 意就是该做的事 利就是利益 对 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 有的人是舍生取义 有的人是见利忘义 哎 在利和义方面 庄子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他是认为啊 你两个都要超越 我们平常说念书人好像比较高尚 庄子认为不然 他说一般人去追求利 他每天累得要命 念书人求名 每天累得要命都不好 对 他认为圣人也不好 圣人为天下人每天烦恼也不好 凡是你为身外之物烦恼的都不好 庄子是这种想法 他说意跟利你都要超越 否则你活在世界上啊 总是感觉到有所不足 你感觉到有所不足的话 你就有问题了 对 因为人的生命啊 来自于大自然 最后回归于大自然 没有不足的问题啊 有不足 来自于你的偏差的观念 带来的偏差的欲望 哎呦 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倒要好好跟大家说说 因为很多人的烦恼 都是从这来的 第四个限制的突破是什么 第四个就更重要了 叫做突破生死的限制 这个要说到生死 你看现在的人 多少次都要面对死神 面对病魔 这都是个生死的问题 在困扰着大家 庄子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 他基本观点是提到说 人活着就好像 他用两个字叫弱伤 弱就是衰弱 就是身体虚弱的弱 代表年轻的时候 对 伤就是离家出走 庄子居然把我们现在活着 当做离家出走 那死了呢 叫做回家 你这样一想的话 好像死亡没那么可怕了 过去呢 倒是经常会有一种比喻 说是送什么什么人回老家 也许是不是就从这来的 你说的没错 我们从庄子里面可以得到许多古代的成语 格言 多的不得了 所以我们学庄子的话 会觉得随时都有很惊讶的发现 那看来啊 我们基本上了解了 庄子的理念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 看起来啊 庄子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虚无和缥缈啊 实际上它完全可以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形成指导和帮助 是的 一般人对庄子的误解有两点 第一个说他虚无主义 他其实最实在的 他就是要破解虚无主义 让你找到一个真正实在的道 第二个说他是逃避主义 好像逃避现实 没错 也不做官啊 也不能好好赚钱养家呀 对 说的话有时候都是一般人听不懂的 跟别人反其道而行啊 事实上他都不是 他反而是一种 我们会提到 非常正面的去看待生命 看得透彻 通常我们只看到我们要看的部分 庄子可以看到我们所不想看的 而是一个事实的部分 就是从整体来看 所以呢 从庄子里面呢 可以得到人生困惑各种启发 我们不敢说一定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了 但是至少对于我们来说 有很多不同的思考的焦点 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啊 其实咱们就了解了这样一个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 但并不熟悉的一位老朋友 那么 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 我们这位老朋友 就将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 那些烦恼 来答疑 解惑了 咱们得下次再说 今天呢 非常的感谢您 谢谢 谢谢 彭承万里 乐祖带炮 游刃有余 相如以沫 土姑纳心棒 阳心探 夜宫浩龙 对牛弹琴 您瞧瞧 这些成语啊 都是常常挂在我们嘴边的 欲是脱口而出 句句是言简易改啊 其实这些啊 都出自庄子 一位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 他的道家思想到今天 仍然可以给我们面对的困惑 提供这么多智慧的解答 那么咱们下次继续来 人生困惑问庄子 再见 讲不完的故事 说不尽的历史 各位好 这里是文化中国 我是金波 咱们继续来人生困惑问庄子 相传有一个富商啊 生意做得很大 每天操心算计多有烦恼 而紧挨着他家高墙外面呢 住着一户穷苦人家 夫妻俩呢 做豆腐为生 虽说清贫辛苦 却是有说有笑 快快乐乐 这让富商的太太呢 感觉到非常的嫉妒 富商就说了 那有什么难的 我叫他们明天啊 就笑不出来 说完 一抬手把一大定金元宝 就从墙头给扔了过去 第二天这穷苦夫妻啊 发现了这定金元宝 呀心情就大变 揣测着钱的来路 又琢磨着能否再弄到更多的金元宝 就这样啊 他们开始 茶饭不思 寝食不安 自此 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欢歌笑语了 那么富有和贫穷 到底哪一个更快乐呢 今天呢 咱们有请到的依然是 台湾大学哲学系的 傅佩荣教授 教授您好 金波您好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 著有哲学与人生 活出自己的智慧等 金百祖书 其学说深受各方关注与青睐 那么庄子认为 是贫穷好 还是富贵好 庄子来回答的话 他不太会说哪一个好 他会说 从整体 从长远来看 穷人跟富人各有各的快乐 只不过说你要问自己 你怎么样看待自己的人生 因为一个人越容易受外界的影响 他越不容易快乐 但是呢 有钱或是贫穷 至少都活着 活着是基本条件 那么我觉得庄子的状态 我们倒要讨教一下 其实庄子的生活并不富有 应该说是非常的穷困 他的一个邻居 在发达了以后 描述庄子的生活状态 那就是三句话 住在漏像之中 然后困窘的支血为生 饿的是面黄鸡寿 而且呢 他自己是有欺有子 你说在这种状态下 他怎么样能达官 在他那个时代啊 庄子做过小公务员 当小公务员很辛苦啊 赚的钱也不见得够 他就自己像您说的 支血为生了 他的穷困呢 是要考虑到说 养家活口 所以他有时候实在是受不了了 有一次就向他的朋友去借米 这个人看到庄子就跟他说 好 我下个月收税之后呢 借你三百斤 庄子立刻变了脸色 然后跟他说 昨天我来找你的时候 在地上被车轮压凹的地方 躺着一尾鲫鱼 鲫鱼说 我是东海来的 现在快渴死了 给点水我喝吧 我就跟鲫鱼说 我去找五国越国的国君 请他们开一条河流 把西藏的水迎过来救你 鲫鱼就变了脸色 那你还不如去鱼干店找我算了 当然在刚才这个预言故事当中 我们其实已经感受到了 庄子的一丝愤怒 当然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庄子穷 你说搁到现在 庄子输 他可以卖得那么火 光拿板税就够了 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 不用戒谜 不过他都已经穷成那个样子了 他有没有想到 用一些途径去改善自己的生活 所谓想办法发家致富 他是有很多机会做官 但他也衡量过 做官要付出的代价 所以他屡次拒绝 当然他觉得可能是 时事没有造就他这个英雄 他叫生不逢时 那么面对这种的生活现状 您觉得他心里面坦然吗 时也 命也 运也 你碰到这个时代 你也只好接受命运的安排 但是呢 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快乐呢 从整体来看的话呢 一个人的生命啊 就没有什么得失成败的问题 所有的一切 譬如他提到说 天地跟我同时存在 万物与我合为一个整体 有这样想法的人呢 他的生命啊 可以摆脱每天当下的需求 我只要有最低的生活条件 只要让我勉强活得下去 其他都是我的 那么很多人呢 为了追求最低生活条件之上 很多富贵啊 各种享受的话 就忙碌不堪 到最后呢 变成是本末倒置 庄子提到一个 随猴之猪的故事 随猴是一个猪猴 猪是宝猪 你用随猴的宝猪 去打一只麻雀 打中的话 一只麻雀算什么 宝猪很贵重啊 对 在您刚才这个比喻当中 实际上说 我们也许拼命的追求的财富 就等于那麻雀 没错 而我们付出的代价呢 实际上就是那个宝猪 但是通常我们这一生呢 用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生命 去追求外在的财富 即使你得到了外在的财富 让别人羡慕 但是你损失的是你的生命 不过现在的人呢 好像似乎 每天都在拼命的工作啊 其实都是梦想着 有一份好的收获 这里面呢 有很多是物质的 想让自己的生活呢 有所改善 所以大部分人可能 不太会像庄子那样 所谓叫安平乐道 满足于现状吧 那么这种追求 富裕生活的想法和愿望 是不是在庄子看来就不对呢 庄子不会认为你不对 他会认为说 你错过了重点 比如说 你如果把人生 拉到最后一点来看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我这一生错过了很多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有些好朋友平常聚会的时候 今天没空 做生意去了 家人聚会 今天没空 赚钱去了 对 现在有这种说法很有意思 说一个富人呢 他现在很穷 穷得只剩下钱了 这是不是算是一种对富人的批评 你说的就是观念上的问题 他认为只要我有钱 我就可以拥有一切 可以买到一切 但他忽略了 钱不能买到时间 一个人如果说再怎么有钱 生命快结束的时候 他说我宁可用所有的家产 让我再活三天 但他不见得可以活那三天 好 我们现在倒过来问 你现在还有很多日子可以活 请问 如果让你再活那三天 你要做什么事 那个时候你绝不会说我还要赚钱 对 那时候你会说 那三天我好好跟家人相处 跟朋友聚会 好好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那现在为什么不做呢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这句话虽然出自论语 但是其中蕴含的道理 也是庄子所肯定的 庄子向来重视心灵的平静愉悦 而不在意世间的荣华富贵 因为后者往往会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 有这么一个故事 说以前齐国有个人一心想发大财 得到很多的金子 这一天清晨 他就穿戴着整整齐齐来到集市上 结果直奔卖金子的地方 伸手拿了就走 官吏抓住他说 集市上这么多人来人往 你为什么敢公然拿别人金子呢 这人回答了 说我拿金子的时候 这眼睛里面是没有人的 只有金子 这个故事似乎想告诉人们 就是一心向前看的人会出问题 是这样吗 您这个故事我想到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说 你对一个有钱人要不要尊敬呢 要看两点 第一个 他以什么手段赚到钱的 必须合法 第二点呢 还要看你赚了钱之后对钱的态度 有些人赚钱之后变成守财奴 永远不够 这样一来 庄子就会批评他了 说你看 你明明很有钱的 你还好像穷人一样 到处想办法找钱 实际上是很可怜 那如果说你能够做金钱的主人 我赚了钱的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多做一些好事 苏格拉底也称赞你 那么我们如果要是继续沿着 庄子的价值观来说的话 那么在庄子的心目当中 他是不是对富人 充满了同情和可怜呢 有钱人在庄子里面 他提到六种缺点 他就用乱苦 急入忧畏 六个字来说 第一种呢 他说是迷乱 因为物质欲望会使人迷失 这就叫纸醉金迷 或者有的时候叫历令致婚 第二种呢 他提到说 这样的人呢 他们等于是非常的劳苦 有时候你看到穷人呢 他每天工作八小时下班回家 他还可以拿固定的待遇 虽然不多 有钱人没有放假的 放假还要想下礼拜股票怎么样做 是 他比那个穷人呢更辛苦 对 他认为这世界上有赚不完的钱 我今天要稍一松懈 钱全都流走了 他还认为 有钱人其实也很觉得羞耻 为什么羞耻呢 你明明有钱了 你还常觉得自己不够 他喜欢跟最有钱的比 那最有钱的就跟别人比别的东西 像比尔盖茲 比尔盖茲有一张照片 他抱他三岁的女儿 旁边就写一句话 我抱着我女儿 我觉得我最快乐 那很多人说 我有女儿 我抱着的时候 怎么不觉得快乐呢 那可不比尔盖茲快乐 他手里面抱的那是金娃娃 别人有吗 没有 还有第四个叫做 有钱人跟生病一样 这话倒是被他说中了 今天叫富贵病 对 没错 然后呢 还有第五个叫做 有钱人他特别多忧虑 每天在反倒这个钱会不会被偷被骗被抢 对 最后一个 有钱人充满恐惧 出门怕被绑架 其实在我们身边的也有一些这样的事情 我有一个朋友做房地产的 那家里很有钱 但是常常的处在一种很警惕的状态之中 他的孩子很小就被送到国外去读书了 因为他怕绑架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出门的时候坐飞机呀 是必须分开来两架飞机来坐 是因为怕万一飞机出事了 分开的话就不至于一家子全部都没有了 家业没有人寄产 您瞧瞧 这有钱人当的也实在是太累了 所以庄子一下举着六个有钱人的缺点 我当时念的时候吓一跳 心里想 还好我们不是有钱人 所以我们常常强调 一个人要对自己好一点 对自己好一点 绝不是说有了财富之后去吃喝玩乐的享受 对自己好一点就是说 了解自己的生命啊 有生有心 可能还有灵的层面 在庄子里面提到一个词叫精神 他说你必须做到八个字 生如稿木 心如死灰 他意思是说 生像稿木一样 你不要有各种物质的欲望 对 尤其是有形可见的这种享受 心如死灰 就是你不要太多心思 不要老是一人闹想这个想那个 你这两个能够自我约束的话 生跟心 修炼 调整 自我约束 最后出现两个字叫精神 一个人有没有精神 就是说他的生命啊 有没有往上提升到属于人的层面 这就是我们学习道家 从这里面可以知道 对于人间价值观需要有所调整 这里面您提到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我们就来仔细考量一下 当前社会的这种价值观念 人们总认为 富有有什么不好 富了以后 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那我不就快乐吗 贫穷 他能快乐吗 所以呢 这个好像和庄子的这个价值观念不太一样 对 我们从两点来看 第一个是说你有钱之后选项很多 对 比如我现在有钱了 我可以环游世界 我甚至可以去太空 但是选项多了以后啊 烦恼就在里面 那对于穷人来说的话 我只有一个烦恼 怎么样养活一家人 看到一家人温饱 我就很开心了 庄子他对于世俗价值观 有一种完全颠倒的看法 在庄子猎玉寇中 有八级三臂六腑之说 说的是社会上的各种有利条件 在庄子看来 却都隐藏着危险 那您倒说说看 庄子都指出来 哪些方面是危险的呢 比如说 长得俊美 古人认为男子胡须长 很漂亮 美然功嘛 对 然后这个身高体壮 非常勇敢 这有八种 他所列出来的所谓的好处 您所说的 应该是庄子所提出的八级 包括这个貌美虚长 身高魁梧强壮 华丽勇猛和果敢 如果一个人具备了 这八点优点的话 那肯定是这个佼佼者 每一个人都羡慕的 他认为啊 这反而是让你到最后 穷困不通啊 庄子为什么说 这种人是很危险的呢 你可以想想看 这样的人 他有自己的生活吗 从年轻的时候 斩到头脚 就开始被人所用 然后让你做所有的事情 到最后呢 恐怕只有三个字 过劳死 所以如果说 你有各方面优点的话呢 这个社会啊 他真的需要你出来 做许多事情 这本来不是坏事 但是呢 你很容易就是 以这个作为自己的特色 一路发展下去 不可收拾 相反的 我们讲到 三臂 三种必定通达的路 第一个 到处依赖别人 第二个 穷困不通 走投无路 第三个 受到各种委屈 耻辱 这在一般人看来 这叫一塌糊涂啊 对 但是庄子怎么看待 这个三臂 在庄子 因为它属于乱世里面 你这个三种弱点 反而变成一种 最好的隐藏保护社 就是我在社会上呢 不被别人注意 我们说一个人 常常有病的话 他反而活了很久 因为你病久了之后 知道自己的弱点 久病成良医 反倒能够自我保护 没错 所以在庄子里面 他看到价值观的时候呢 他不会只看当下 他会注意到 长远跟整体 对 所以你如果 处于弱势的话呢 你反而得到许多方便 我们现在讲庄子的思想 有时候你听到 好像说 他专门唱反调 跟一般人想的不太一样 对 但你不要忘记 人生本来就有两面 通常我们只看一面 对 只看一面的话呢 就变成只有这种 价值观呢 到最后大家都要 就有危险 竞争 斗争 战争 通通出来了 那么第三个提到说 六府 自勇双全 对 非常聪明 杰出 受人称赞 做好事 对 这反而会带来各种困扰 所以有些人呢 他做好事 怕人家知道 听起来有一点 好像打击士气 让我们年轻的时候 想要去追求 世界上的成就 这样一听之后 好像浇了冷水 对 而事实上在庄子里面 他提醒你 也不要太乐观 也不要太悲观 要达观 假如说我们现在不富有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做到 安平乐道 台湾著名学者 傅佩隆教授 和文化中国讲述人金波 正在为您讲述 人生困惑 困庄子 假如说我们现在不富有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做到 安平乐道 西方有两句话 他说快乐有两种 第一种是取得你所要的 第二种是享受你所有的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第二点 都只知道第一点 取得你所要的 所以一辈子都在追求他的目标 他忘记了享受你所有的 那么您说 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 如果不是全力以赴 去追求财富 那么还有哪些东西 是我们应该着重去考虑的 这一生 假设你可以追求十样东西 那你怎么安排顺序呢 我们不能否认 财富是必要的 但是有它还不够 人生的关键就在于说 我怎么样去掌握 那个不够的部分 从道家来看 从庄子来看 你问他说 那怎么样才算够的呢 他会告诉你 最高的一个答案是什么 能够觉悟到道 道就是整体 就是你活在世界上 你本来没有任何劝缺 就好像鱼一样 在江湖里面 忘了自己是谁 那你现在如果说设定了 我的价值观就是很清楚 要追求财富 你恐怕为了这个价值观 牺牲所有其他 更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人也要追求 很多物质的东西 但是呢 就像牛一样 也许不是说 眼前这点草 我就可以快乐了 如果有好的草来了以后 它还会拼命的去吃 可是人呢 是不是认为贫穷才能快乐的人 是必须要把自己的欲望 这个定在一个比较低的标准上 物质欲望 我有这么多 我够了 剩下的精力 我跑去追求这别的 你觉得一般的人能做到这一点吗 如果有正确的教育 跟正确的观念的话 还是可以做到 虽然我们都知道 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比如说 我们所谓的贫穷跟财富 本身呢 都跟快乐没有直接关系 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那个道 让你感觉到快乐 我们可以把道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人生走的路 人每天都在生活 生活就是选择 选择就构成一个方向了 你到底在往哪个方向去走 你就要问自己了 我是不是越来越接近我的目的 我的终点 所以谈到人的生命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不能从平面来看 要从立体来看 我们来想象一个 追求财富的人状态 也许他的眼前呢 目标非常的明确 那就是钱 我眼睛盯着钱 一路狂奔过去去追钱 您觉得他这一路上 丢掉了哪些重要的东西 忽略了哪些重要的东西 从自己来说的话 恐怕失去了像健康 从跟别人来往的话 失去了亲情 友情 爱情 都可能 再进一步呢 恐怕失去了追求 许多重要的知识的机会 或是欣赏美的机会 我觉得就拿自己来说 我们过去呢 其实一开始 这个工作的时候呢 挣的钱很少 但是那个时候呢 感觉非常的快乐 我们讲话叫穷开心 因为那个时候 好像几个星期以来 攒点钱 去买那么一件衣服 或者多长多长时间之后 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 哎呦就让自己感觉到 我多幸福 我多么的快乐 可是后来呢 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之后啊 这烦恼越来越多 让我们快乐的事情 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你有一段时间去追求财富 你恐怕疏忽的 亲情 友情 爱情这些情感方面的 那么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呢 往往就落在金钱的互动上面 比较上面 这样一来 快乐自然就减少了 比如你说 你想到年轻的时候 如何工作 赚钱少 但快乐 对 你只要想到这一点 说我现在钱赚得多 为什么反而不快乐 你有这种想法 就代表你在一个转类点 你恐怕就要转到 另外一方面去了 就是工作的目的 不在于赚钱 赚钱的目的 不在于钱本身 就是快乐不能从金钱来 要从你的工作来 因为工作对社会有意义 对社会有意义的话呢 很多人看完你的节目 觉得受到启发 从这一点上 你感觉到自己的生命 跟其他人生命 可以有一个 沟通交往的机会 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快乐 您说说这个钱啊 到底挣多少才够 其实呢 也有人知道 这个钱呢 适可而止 差不多就行了 但是呢 就是不能够见好就收 所以呢 有些人呢 于是就采用一些 非常的手段 或者说不择手段 去获取金钱 那么是不是 在我们穷的时候啊 好比是一个人 在山下 山上所有的高点 全是你的希望 全是你的风景 但是随着你不断的攀登 你到达了 这个越来越高的高度的时候 你上面的希望 和上面值得你 欣喜的那些风景点 就会越变越少 所以快乐就越变越少了 到那个时候呢 你就要设法 欣赏天上的星星呢 你不能只看那个 有形可见的高点 所以人的生命 一定要随着年龄啊 不断提升它的层次 你如果从来就不知道 金钱之外 还有别的选项 那你生命就很单薄 很多人赚钱 不是说他喜欢赚钱 而是他找不到 别的目标 所以我们这个透过学习啊 就要知道生命还有别的选择 它也是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 其实穷也好 富也好 到底如何才能快乐 有一句话也许能够借鉴 就叫做知足常乐 是你自己如何定位穷 你自己如何定位富 知足常乐 就出于老子里面 它的足是代表物质生活条件的足 我认为够就够了 但是人生在物质条件之外 其他方面不一定要知足 我可以继续努力发展 我其他方面的潜能 到现在其实 我们并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到底是穷好还是富好 这里呢可能关于穷和富 每个人的衡量的标准是不一样 它的内涵也不一样 这要看每个人如何看待 那么今天的非常的感谢您 谢谢 谢谢 穷和富啊 其实只是一种感觉 它跟物质生活的水平 并不是具有绝对的关系 仅仅物质上的贫穷 算不了什么 同样仅仅物质上的富有 也算不了什么 如果没有一颗富足的心 那么拥有多少财富 也照样都是穷人嘛 而快乐呢 也不是昂贵的宝石 它是人生路上的小石子 只要你用心去捡 人就能得到快乐 其实就在每个人的脚下 人生困惑 咱们下次再问庄子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